我就不想租進你們家 而且現在不是住不住的問題 我連收入都有問題 如果我工作人員找不到 把我的錢花光 我連五百塊都付不出來 那我再想想有沒有其他辦法 我們可以找明芳阿姨幫忙 你怎麼想來想去都在想你的家人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新華有一個獎學金 都是明芳阿姨在管的 那獎學金就是給有夢想 有計畫有需要有缺錢的人申請的 那我收學還可以申請嗎 不行 那你可以轉學來我們學校啊 有我跟小凱在 你也比較不無聊嘛 你張永岳派來的喔 叫我復學 你們兩個先生要一起串通是不是 冤枉喔 我跟他比跟你還要不熟 什麼串通 那獎學金本來就是學生 才可以申請嘛 不信的話 你去問那吳小莉 她有申請過喔 還是說小莉可以 你不行啊 欸 什麼叫我不行 我認真起來 連我自己都害怕 是喔 反正你的目的就是逃離台北 逃脫我二姐的魔掌 那你就搬來我家 跟我們一起念同一所高中 再準備一個什麼 日本留學的計畫書給明芳阿姨 住我們家這段期間 而且房租多少你就給多少 不夠的地方就先記起來 等到你賺錢再給就好了 張友誌 真的是天才耶 計畫得妥妥的 如何 可是 你爸會同意讓我住進去嗎 而且我知道他很討厭我叔叔 我還感覺 他也不怎麼喜歡我 不會啦 他生氣的人又不是你 只要我姐跟你叔不在 他才懶得管你 反正你住了這段期間 你就做點家事 他這個大老闆當怪了 你只要讓他覺得 你有那麼一點點貢獻 安安靜靜 是嗎 對付我爸 我可是高手耶 拜託 到時候叫你幾招對付他 走 進去了 走 進去了 不要啦 唉唷 久久在了久久照你啊 不要啦 不要在這邊餵蚊子 趕快進去了啦 走 你把這盤水果拿給阿公 然後就照我們剛剛講好的去跟他說 聽名方愛就對了啦 加油 我們都在旁邊幫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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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進來 請進來 請吃水果 請進來 嗯 謝謝 還有什麼事嗎 這個給你 這是什麼 借据 学费 住宿费 果实费 借款人江巧婷 你给我这个做什么 因为我现在未满十八岁 没有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 出去外面都没有人敢租房子给我 也找不到工作 而且我现在真的不想回去 跟友岳阿姨还有我叔叔住在一起 所以才想要跟 阿公商量一下 我可不可以暂时住在这边 然后费用都照算 我会再把钱还给你 那出现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转到张二日的学校 把高中念完之后 申请新王的奖学金 打算到日本游学学彩中 等我申请到奖学金 我就可以把一部分的钱还给你 如果申请不到 就等我当上彩妆师之后 赚钱还给你 你放心 钱我一定会还给你 平常我也可以帮忙做家事什么的 抵掉一部分的费用 张不就跟那个打工换术一样 现在很流行很好啊 爸 你就答应他啦 有自食其异的想法很好 但我希望你是认真的 虽然这里我不会干涉你什么 但是你要遵守张家的规矩 像之前动不动就发脾气 一不高兴就离家出走这种事 我可是没办法接受的 你要先考虑清楚 不要看张有日 自己的未来自己做决定 好 我愿意遵守张家的规矩 太好了 家诚 白子黑字的借句都在这儿 我想巧婷一定可以好好遵守 我们张家的规矩 来 这这这 对啦 你如果躲在这儿 家里嘛 这么够带我到一身旅行 大了 我也听我照顾你了 尤其你如果躲在这儿 做也够一个办法再开工 对不对 对 既然大家都赞成 好 就照你刚刚说的来执行 同时 我也会比照有日固定给你的利用钱 好 你让你先坐下来吧 谢谢阿公 谢谢阿祖 谢谢阿 我 家诚 我看小婷跟友日的年纪差不多 而且她也不是你真的孙女 还是要不要让她跟友日 就跟着大家称呼就好了 对 对 这样好 叫我 叫我阿嬷就好了 不要叫阿祖 你叫我阿祖 我跟老子骨头就在打架了 我没硬线 大家听得习惯就好 我有意见 我还是算你的长辈 你还是要叫我舅舅啦 乖 欺负长辈 你是怎么了 早上做舅舅啦 我跟妳说 你如果要做长辈 那过年如果要 你就要帮帮她 等一下 来 叫一下 叫我盯心 谢谢阿嬷 谢谢叔叔 谢谢阿姨 好 谢谢张伟 我是不是要跟你说 我爸是史上最开明 最nice的老爸 爸 我都已经把巧婷留下来 这样也算是大功一件 是不是可以多一点收 的确立了大功 来 你在巧婷的名字旁边 也签个名吧 为什么我要签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既然敢叫巧婷来找你爸爸 做无抵押借款 那就来做个保证人 以后她要是有任何的违约思想 我第一个找你扣你 就零用钱 那 阿嬷 名方阿姨 你们要一起 我 我 我们不用啦 你就代表签就好了 我跟你名方阿姨 没零用钱 然后你老爸扣啊 阿嬷 不是啊 刚刚我们不是说好 那个你不可以这么过分 我 就 你最乖 你是天下最乖 我们的孙子 好不好 你这样签签的 要把丑庭的东西 拿在楼上把签给你 明天带他去学校户学 好 乖 狡猾 健壮 不要看我 这 这招都是你教我的 都被你欺负了 气死我了 那我先回房间 好 好 好 还是妈 有办法 有办法让巧婷可以留在家里 而且还可以让妈妈把高中念完 这样子有乐就不会担心了 不是我有办法啦 这个小孩的高兴就跟有乐同样了 那一路路不走到楼边就不会回头了 对对对 说到有乐 嘉显 你打个电话有有乐 你告诉巧婷那个眼睛的好事 要跟人节的事情 快处理好事 你打个电话 你打个电话自己打个电话 我跟他无声无声说 他打个电话好惹 别的女孩有什么过不过 说一世人都不想跟他说话 你只要一世了 你这个高兴也很高兴 说到有乐的高兴成什么 我看他就是生理 我跟他说话啦 妈 妈 妈 没关了 不然我稍等才打个电话 给有乐啦 这样刺刺刺你啦 我也不要去管啦 整个要靠不靠的都给你啦 我要去睡了 露心露灭有命 别再流浪 眼泪流下 别再犹豫天亮慢慢走回家 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